如果有人和你谈起舒淇 相信你自己脑中第一个印象 就是那个拍三级片 一托成名的厚嘴唇女神 确实 早期的舒淇有过太多的黑历史 三级片 假戏真作和各个男明星的绯闻 给这个出入娱乐圈的台湾女孩身上 填了太多不好的标签 而她一直演绎生涯的目标 就是一层层的将人们赐予的标签一张张撕下 没有人知道那些负面的评价 给了这个女孩多少的痛苦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所有的痛苦都化作她的努力 而这也成为她现在所有成就 必不可少的诱因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便是这个身上充满着争议的台湾女孩 如何将脱下的衣服 一件件地穿回身上 成为香港乃至中国电影史上 一个标志性的演艺明星 舒淇本名黎丽慧 十几岁时成为的问题少女 抽烟 骑机车 撞车留下一身疤痕 当过模特 拍过全裸写真集 被香港导演王金看中 引导香港发展 取了一个和香港名影片人舒淇同音的一名 1996年出演三集片《玉蒲团之玉女心经》 声名大噪 因为连续拍了几部三集片 舒淇成为当年最火的性感女明星 走到街上汽车行过时 会有人大叫脱心 这两个字深深地刺激了舒淇 你问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不晓得 你现在说你自己很笨 是不是后悔当初这个决定 你觉得说没有的话 其实就很假的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为了洗底 她十几年来 在香港娱乐圈辛苦打拼 要靠自己的实力出人头地 当时舒淇曾把叶玉清 当作自己的偶像 我想以她为目标 因为她也拍过三集片 但是最后她站了起来 成为公认的有演技的演员 这世上脱心有千千万 然而像舒淇这样 清醒的可不多 她是个心里有数的人 不久 耳东升要拍色情男女 主要角色由张国荣 莫文蔚 徐锦江 罗佳英 刘青云等 舒淇觉得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便争取到了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 干爹 我不拍了 你又说要让人家做女主角的 都不是嘛 那导演光是叫人家走来走去 还要不穿衣服 你说嘛 如果真的是做主角就算了 我是不介意为艺术牺牲一点点的 该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 包揽了香港电影吉祥奖 最佳女配角 最佳新人两项大奖 舒淇也承此转行 让她从燕星成为巨星 杨明立万的 还有侯孝贤的台湾电影 从千禧漫波 最好的时光 到逆影肚娘 舒淇的美在侯岛的一个个镜头中 被塑造 定格 深化 20000年 台湾导演侯孝贤找到舒淇 力排众议 让她来演千禧漫波 舒淇用步步为营的状态 赢得了她的合作 舒淇三次入围 嘎那影后的作品 均是出自侯孝贤之手 三次合作 三次蜕变 这让我们很难不把舒淇 在影坛的成就和侯孝贤联系在一起 若说张震是王家卫调教出来的 那舒淇就一定是侯孝贤调教出来的 在侯孝贤看来 舒淇本质是一个恋女 她什么都敢 内心又非常仁慈 舒淇和侯孝贤导演的第一次合作 让舒淇明白了表演是怎么回事 侯孝贤回忆和舒淇的第一次合作的情景 这样说舒淇年轻的时候玩过 所以非常汗 千禧慢播拍完 舒淇第一次在嘎那看到全片的时候 她从没想过自己在电影里是可以是那个样子的 因为太投入 她当时无法完全看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 她在嘎那看完后 回到饭店换衣服 她对着镜子哭 忍不住流泪 因为那是她第一次开始自觉到 表演是怎么回事 角色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那一刻舒淇开始改变 她不再频繁拍片 侯孝贤曾评价舒淇说 舒淇的智商130 虽然她书念的不多 但她现场的反应非常快 而且很自然 她非常的好强 没有挑战性的角色 她能很轻易过关 消耗久了就没有神采 在千禧慢播之前 她已经在香港拍了很久了 基本上都是短镜头 她就很容易达到 让导演满意的状态 所以她认为演戏很简单 和侯孝贤导演第二次合作的电影 最好的时光 讲述了三段式的故事 代表不同时期的梦 这部影片不但让导演侯孝贤 完成了对其镜头 语言和唯美风格的 一丝发挥与总结 更让主演舒淇 也完成了 从艳星到女神的华丽转变 在最好的时光里 舒淇挑战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将不同层次的演技 全市的丝丝入扣 获得众人一致好评 2015年 舒淇凭借电影 最好的时光得到金马影后 这次她赢得的不只是一座金马奖 还有外界对她的肯定与尊重 2005年11月13日晚 第42届台湾金马奖 在台北颁奖 最佳女主角是舒淇 那一晚她终于给了全世界 一个最华丽的转身 她穿写绒色的晚礼服 款款走上领奖台 十来米的红地毯 好似走过整个世界 她抑制不住激动 一边说获奖感言 一边流着泪 与其俏皮 泪光坚定 有美光灯落在她淡妆的鼻梁与脸颊 打出令人动容的阴影 她终于把脱掉的衣服 都一件一件穿了回来 2008年 舒淇主演了 由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 出演梁笑笑一角 并获得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境外华裔女演员奖 舒淇表示 我有位小刚导演 角色叫梁笑笑 是不是听起来 就要让人觉得很开心 本身性格也有比较开朗 活泼的一面 小刚导演说 对对 但内心是灰暗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 去抓角色的感觉 舒淇在片中完全融入了 梁笑笑这个角色 并跟葛幽演的勤奋之间 产生了心灵上的互动 开始一定不是爱情 像欢喜原甲 打得闹闹的 彼此之间不晓得是哪种感情 是喜欢还是爱 还是普通朋友 西刚开始 大家都不晓得 只是觉得 这人一见面就特别好聊天 非常可以把心理话 扑一声讲出来 有时你在情绪非常低落时 跟一个陌生人讲了心理话 都是你不敢跟别人讲的 因为你不可能跟这个人见面吧 可是有种莫名的缘分 梁笑笑和勤奋碰在一起 就有这些感情戏的变化 到最后笑笑被勤奋打动 舒淇很美 这毋庸置疑 舒淇是很多人的女神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然而 在2013年西游中 舒淇穿着破布条衣裳 披散着长发 大部分时间里 脸上混杂着灰尘 毫不顾形象地裂开 大嘴夸张搞笑 却依然能震惊观众 月光下跳舞一段 我身边的男性友人 脱口惊呼 太美了女神 舒淇的美 便不仅仅是外表上的简单了 不夸张地说 舒淇是整部影片的灵魂 她把一个勇敢而深情的女王 演绎得深刻而自然 虽然她自始至终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 只有一段模糊的段小姐 然而可以说是舒淇的角色 一路穿插 从最开始到最终 是她一次又一次 救了文章饰演的玄奘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西游一直被拿来 与大话西游作对 作为女主角的舒淇 也免不了被拿来 与朱音相提并论 事实上舒淇饰演的 驱魔人段小姐一出场 也带着紫霞仙子的影子 她强悍 爽朗 天不怕 地不怕 她俩出手腕上的金环 炫耀式的摇晃 并发出一串 无忧无虑的笑声 但舒淇和朱音终究不同 这主要体现了 西游颠覆了 大话西游的爱情观 与紫霞仙子 为至尊保党刀一样 舒淇饰演的段小姐 同样是为了保护玄奘而死 不过 当玄奘说 要爱她一千年 一万年时 段小姐却说 一万年太久 我只要现在 6月29日 舒淇为耳东生导演新片 《我是路人甲》 她发表影评时 谈及当时赴香港打拼的 新路历程时 称自己当时 是带着2000台币赴香港闯荡 根据舒淇发表的一篇影评 她谈起自己小时候 有许多梦想 却从未想过要当演员 当时前往香港闯荡 只有年轻时的胆量 别的什么都没有 舒淇在娱乐圈的多年打拼 如今已有了自己的地位 她形容香港人的脚步 用跑的才能勉强追得上 但她用正能量鼓励自己 我有的是时间 还有满满的体力 就算跑累了 摔伤了 她告诉自己不痛 用口水擦擦伤口 站起来继续走 脸上那不断的泪珠 让我知道 地球不会因为谁而停止转动 因为拖延成功的道路 从来没有正确的指路牌 来告诉你方向 或许也正是这股敢拼 敢闯的拼劲 才有了现在的影后地位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 动见人物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